好嗎 好嗎 這個商場有二十多間吉舖 我就覺得很浪費 但不如我嘗試給年輕人多些就劣機會 在香港買一個納米單位也要幾百萬 黃金商鋪逆手價更是億億星 雖然商鋪新價不菲 但只要細心留意就會發現 總有一個死場在附近 炮台山庫里萊商場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炮台山就是有獨特之處 從藝術文化設計那些東西 所以我經常覺得這個商場這麼浪費 但有很多居民都很奇怪 都不知道庫里萊在哪裡 我又覺得很浪費 我又住在這個旁邊 不如我想個辦法 嘗試一下可不可以把一些年輕人放在這裡 那時候我就決心 跟業主不斷在那裡遊說他們 那時候我就搜集資料 大約用了兩個月時間 就找到大約七個業主 就開始在那裡談 然後那時候我就只是靠個口 即是靠把口去跟他們談 沒有什麼說服力 然後演化到我用一些時間 砌一份報告 當時還寫著藝術與文化設計 然後寫著炮台山PMQ 讓他們接受 因為有些業主在這裡買了三十九年 從來都沒有做過商場 一直都是做辦公室或者做倉 或者頂了房子 租給菲律賓工人 聽到我這樣說 我很想嘗試做商場 其實我的目的那時候 都是一心想幫人 沒有想過要賺錢的 這樣去做 經歷重重困難 藍術終於為傅利來 重拾生氣 但不要以為 死場就是人人都可以租 如果你有心進駐 還要符合一些條件 我這個商場就不夠 因為我是做管理的人 我就會看看 每一間店舖的特色 現在的文化潮流可能會比較簡單 舒服一點 還有著重我會在設計方面 還有可能會比較喜歡 讓一些本地小店做一些手作 那些東西 我就不會說給這個提案 最基本上我會問 你到底要賣什麼 那你是做什麼生意 那有幾個條款 可以的 就可以一起進來 因為店舖不是很多 因為這裡大約是20間店舖 所以我都會去篩選去選 其實20間店舖 盡量每一間店舖 都賣一些東西不同 不要相同 香港就有一個怪的問題 這裡有一間茶餐廳很好吃 很多人排隊 就不知為什麼 有很多茶餐廳就在旁邊開 就賣的東西同一樣 在我的角度 如果那間店舖是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的 你開在黃竹坑 開在香港仔 都自不然會有人去 就等於這個商場的理念一樣 要新有供用 雖然這個商場是死 但是未至於沒有人做 我不想我們這班新的人 去湧入 而影響了舊友的租 我開頭搞這個商場的時候 我想有七十幾八十個說 你不要搞了 不行的 但是我永遠都不喜歡聽別人說 你是要搞了才知道可以還是不行 要嘗試 永遠大些人都很喜歡 未做就會批評 我說不行的 現在都算繼續打 我希望你們 我再説 那是 能從萬元 有衛生物 來 那是 在沒有